上一期跟大家讲了十八个难读的三叠字 就有网友留言问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又怎么读呢? 一看这位网友留言就知道他 好识问问题,话头醒美 其实早期讲过 普通话是读 右双弱左 粤语读 右双弱绝 是表示某件频繁发生的事件再次发生 与火炎厌疫一样是属于网络用词 可以这样做句 看这些字有个好处 以后发朋友血不用怕,没有文案 人家不懂你,懂得 必要时候还可以扮一下 所以根旗,整个加强版给你探 看看你可以得多少分 首先说和人有关 三叠手一看就知道和小偷有关 普通话读扒 粤语读扒 是指扒手 贴身小偷的意思 三叠手 很多人都将这个字和这个字拌乱读 有草花头这个 普通话读 粤语 粤语 或者语 花蕊的语 没有草花头这个 普通话读 粤 粤 粤语 粤 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是指移类 第二个 古和粤 三个日就是蒸 三个木 知不知道怎么读呢 这个字普通话读 末 粤语 磨 意思是指美丽的眼睛 在肉片里有解释到 眉目也 雷片 木心也 看到三个耳朵 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 其实是叠字的意体字 普通话读 粤语 粤语 粤 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是指负耳小语 即是在耳边小小的说话 第二个是指盛事 如果按照有边读边去读叠字 很多都会读错 譬如说三条腿搭在一起 那你会怎么读呢 普通话读 化 化 粤语不是读 话 也不是读 是语 与 与说话有关 是话的二体字 古和话 是指搬笼是非的意思 其实很容易理解 一条腿都够多是非 那三条腿不得了 那三条腿搭在一起 虽然读音和毛没有关 但是意思和毛有关 所以古人造字很有深度 这个字普通话读吹 粤语 粤字在医学上是指人体表面 除了头目 隔底毛 下面的毛 之外其他部位的细目 即是汗目 或者指鸟兽的细目的意思 那三个字 普通话读撞 粤语第二声读转 意思有三个 謹实耐弱孤独可怜的意思 那三个女儿 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怎么读 但是三个男儿 你又懂不懂读呢 普通话读 猫 粤语 闹 是闹的二体字 含义和闹相同 是表示不安静 搞妖 气洒的意思 不过打不出 但是在中华治海 就可以查到这个字 有网友留言问我 三个叉是否骂人的意思 那我们一起来拆解 首先看一个叉 这个字 普通话读 粗 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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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毁、莽、切草、毁、莽 是一句网络用词 四个字都是与草有关 再加上它的样子 你就应该知道 它是一句文明闹人的词语 又教你一样 闹人不带庄子的方法 马上说一声多谢 三个小 普通话读莫 粤语摩 古同摩 有细小微细的意思 两个吉你就知道读字 三个吉你又知不知道怎么读呢 普通话读了 粤语也都是读哲 和这个哲字意思差不多 古同哲有聪明智慧的意思 两个吉就见得多了 有没有人用三个吉做人名呢 有个阿劉的燕南 有网友留言问三把刀这句字怎么读呢 普通话读哩 粤语独尼 临咪的尼 粤语是同音 是表示盛事的意思 昨天说了三个土 就有人问我三个事又怎么读呢 普通话读装 粤语独装 独装 古同装是指人体高大 肌肉壮实的意思 以后见到三个事就知道 牛龟这么大只的装 今期的叠字暂时分享到这里 到最后揭曉上一期的答案 屈质有本字 不过下回分解 屈质的意思是指 局促、困壁、涌枝和窄的意思 今期的问题是 猜字迷 给心思听 考到不少公务员的 石字要出头 莫作猶字猜 不要出猫 试猜 好了 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